今天咱们继续走进盗墓笔记大结局的原著解读 上期说到 吴邪和胖子顺利找到了重伤的闷油瓶 且根据线索发现了离开古楼的通道 但楼中机关再次被触动 强检迷雾迅速弥漫进整个地宫 吴邪立马带着闷油瓶从水下出口离开地宫来到一个山洞 山洞里有水潭 水面之下有一座铁链吊桥 和通往对面的出口 但洞里有很多丝线如珠网密布 上面记着六角铃铛 显然一旦碰到铃铛就会触发未知的机关 就在吴邪手足无措之际 他听见了潘子的呼喊 原来他被卡在洞壁的石缝里已经奄奄一息 据他说 他们那对人除谢雨晨之外都死了 而他的生命也已经走到了尽头 他让吴邪扔给他香烟火以及一把枪 吴邪含泪照做 然后沉默地继续前行 饶视他小心翼翼 仍然难免碰到丝线 千军一发之际 枪声在吴邪背后响起 将线上的铃铛击得粉碎 潘子是看着吴邪长大的 现在他要护着这个孩子 走出这片死亡之地 潘子说 小三爷 大胆往前走 吴邪便一步一步往前走 枪声也在身后不断响起 每一发子弹都打碎一个机关 伴随着枪声的 还有潘子豪迈的歌声 这时强剪雾气已经笼罩了整个山洞 吴邪只能背着焖油瓶狂奔起来 当他终于跑出洞穴时 忽然听到身后最后一声枪响 潘子的声音也就此消失不见了 吴邪心中一痛 加上体力不支 最终昏迷了过去 幸好被求得考的团队所救 醒来后他发现焖油瓶已经恢复 正在收拾行囊 说他要去完成一件事情最后的步骤 至于是什么事 是什么步骤 咱们之后再说 至于求得考似乎也已经在张家鼓楼 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由于求得考此行的目的 三叔至今没有填坑 所以在这里我就不赘述了 免得掉大家胃口难受 与此同时 村中一个小姑娘云彩的尸体被村民找到 吴邪知道这是鬼影所为 鬼影这么多年过去 还能流利的说话 必定不是独居 他一定与村中的人有联系 这个人就是云彩 而鬼影是不会允许知道 他太多秘密的人活在世上 偏偏胖子一路来 已经喜欢上了云彩 悲伤之下 他选择留在八奶 吴邪孤身一人回到杭州 他原以为一切都已过去 但没想到 他在吴三醒的电脑上 看到了一封邮件 而这份邮件即将揭开更多的秘密 那么这些秘密会是什么呢 期待我们下期再来揭秘 喜欢的观众记得点赞订阅本专辑 咱们下期再见